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赵妹祖,今天是进入了星期五,五月十七号,刚刚过,半夜刚刚过,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要分享神的信息是,星期四五月十六号的,好,感谢赵妹祖,东方已经是差不多要中午了,五月十七号,那我们要记得我们永永爱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上位一体的神, 我们要永远的仰望主,我们要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我们要永远的爱神爱人,我们要永远的感恩,我们要永远跟从着主耶稣到永恒,感谢赵妹祖,好,那我先进入这个李明之良,弟弟华强先来的,今天讲的就是不只听道,而且要行道,这是我们之前常常讲到的, 希望大家不介意,我们继续要记得,不只是听道,听神的话,而且要去行道,要去行,要去做出来,好,感谢赵妹祖,这边是雅各前第一章,第二十二节,一二十二,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当当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不要自己在骗自己,自己在去骗,说听了就对了,不行的,一定要行出来,接下来,听道是重要的,因为还没有听道怎么能够信呢? 自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能够听见主的道是有福的,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六节,有耳朵可听就应当听,人是借着道来认识神,借着神的话来认识神的,得到天上永恒的福分呢? 要得到天上永恒的福分呢?是要怎样?不单只是听,而且要行道,就是要做出来,好像我们说,我们的上帝要我们走真一路,我们知道这是对的,这是好的,圣经在教导我们的,但是到底我们有没有行出来呢? OK,一定要行出来,才是真正得到神的福分啊,否则呢?如果我们只是听没有行道的话,是自己在欺哄自己,以为听了道就得到了提示,是不对的,是在欺骗自己,接下来,听道,听着神的话,知道了,甚至明白了,那只不过一个是一种知识而已 然后呢,客观与自己,就是说,只是一个学问而已,只是一个知识而已,但是没有跟这个事迹发生关系,就是没有一个,也没有真正的行出来 好像看到一个好吃的东西,我一接下去,我这边一直想到西瓜,就好像知道它的好处 但是没有吃下去,你看到很漂亮的苹果,没有吃下去,因为很好吃,看起来很好吃的西瓜,没有吃下去 那仍然无益,还是没有益处的啊,因为你没有吃下去啊,只是看而已啊 只是头脑知道说一定很好吃,OK 但是没有真正吃下去,那就是没有得到啊,对不对 就好像看一个地图这样,看到哦,这个地方很漂亮哦,那个地方很漂亮,但是你亲身没有到那个地方,就是没有得到嘛,对不对 就好像一个仆人呢,听到主人叫他做这个,做那个,到时候他不去做 那就是不能够使主人喜悦,所以这边是讲到说,我们的神叫我们要这样就要耐尊重 但是我们呢,只是这边听,放在脑海,OK,就好了,没有去行道的话,没有去遵循的话,那么就不会得到上帝的喜悦啦 大家都很清楚吧,像主一直教导我们,我们要信靠与顺服,我们也知道信靠与顺服,我们也会跟人家讲要信靠与顺服 但是我们毕竟有没有行出来呢,有没有真正行出来,神说你要信靠,好像我们突然间生病的很厉害 突然有些人就崩溃啦,就崩溃什么,因为他们忘记了这个信靠与顺服 他知道,但是没有行道,所以就崩溃啦,就很紧张,就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能够的 就是说,当我们在最狼狼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跪下来祷告 就是追求神,把一切的事情交托给神,不要自己自作聪明 好,接下来,当然我们不听道的话,不听神的话,不听,不读圣经的话 根本就是没有入课走教 三生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跪下来祷告,没有去读圣经 就什么,就没有出路了,对不对?当时听道不行,也不能够听到神的道 当时也不能够达到目的地啊,必须听耳行,必须听到神的道 而且去行道,才是真正的得道,在道中所包含的一切福分 因为遵行主的道,就算最微小的也必讨主的许愿 就是说,就算我们是世人看最不讨好的那一群人 当时呢,如果我们有行道的话,不只是听道,听神的话,听读圣经,听主讲的话 不只是这样,而且我们行出来的话,那就神一定讨神的喜悦 会蒙神的福,会蒙福 所以不在乎一个人听了多少道,明白多少道 乃是在乎一个人有没有行道 很多人呢,现在到我的脑海是一个 我以前在新加坡学烹饪的时候 做面包什么,做蛋糕的时候 有一个呢,年轻人,新加坡人 他很多,他去很多地方学烹饪 做蛋糕,学做拍,这边学,那边学,那边学 一直在学,学了很多年 但是他没有真正去做工 没有去,怎样讲 没有去bacery,去面包店做上班过 所以他一直在学,没有行出来 没有去真正做出来 所以就没有成就 就一直在学,但是没有做出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 当然这是神的旨意 就是说,我们学一样东西 知道一样东西,我们要去做出来 才是有结果 才是,才会讨神的喜业 感谢大美主 那好,我们现在呢,真的是 有时候就想起来 为什么基督徒会晃罪呢? 因为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就是有,有灵修 每一天留营修 当时可以从他们的行为上 他们的生活上可以看到 他们有听道,有听神的话 有去读圣经,有祷告 但是没有去做出来 所以就很容易的被魔鬼查干害了 很容易的进入这个诱惑了 很容易就被世界的迷惑去了 所以我们呢,也一定要 不只是听道,而且要行道 要记着,心不可以留在这个世界 我们的心,在信天信地,在神的国度里面 好,感谢大美主 那如果今天你觉得利利亚很难去做出来 那你就祷告啊 神啊,我觉得很难要行道 那主啊,你给我力量真正的去做出来 这样祷告,简单的祷告 神一定会帮助你 圣灵一定会帮助你 耶稣一定会帮助你了 感谢大美主 好,就是第一要知道自己的熔络 不要说,哦,我听了就好啦 我听了就好 那就不行啦 我们一定要谦卑,不可以固执 还没有做到最好的话 我们还是继续要做到 要继续向前走 要,咱咋怎样讲 拿着我们的标 要,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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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这个 要进入我们的标杆 ok,要勇敢向前从进入标杆 好不好 接下来呢 那边开始啊 红色的1那边 好,在3月3日 桑桑 所以今天也有看到桑桑 对不对 在第7那边有看到桑桑 好,呃,3月3号 有一个盘子 看到有一个盘子 有两条 然后,啊,豆,ok,青豆 我们这边叫做French beans ok,两条 然后中间那边有 圆圈的,青色的 不是圆圈 是,青色的,一粒粒的青豆 ok,青豆 当然这边就跟我们讲说 还,呃,就是3月1个月 4月1个月,5月1个月 我相信,啊,3月就是谈,呃,这个青豆 啊,呃,4月也是,上月青豆 他说4月青豆,那个红的呢 红就是0啦,就是5月啦 好,接下来第二那边 有没有看到,啊,三粒椭圆形 粉红色的椭圆形 三粒,呃,粉红,不是 青色的椭圆,青色的椭圆形 好,粉红色的一粒大,两粒小 青色的也是一粒大,两粒小 好,大家都知道 我们,啊,那天不是给大家照片了 看到那个灯光,对不对 灯光,其实我们的灯光是黄色的,黄色 就像马来西亚一样,黄色 当时照出来呢,有看到青色 也有看到粉红色,对不对 只有上个星期寄给大家的吧 ok,还是前几天 那就,啊,我忘记现在才想起 所以,那边有看到粉红色 也有青色,就是上月三字那边 那,上月三字看到的,啊,这三粒 就是三个月,ok 粉红色三个月,青色三个月 啊,那前几天照的是在五月份,ok 所以五月份还有粉红色,还有青色 所以这边,大粒的当然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五月啦,哈 比较小呢,就是代表啊,上月跟四月 好,感谢赞美酒,就是配合说 我们这个月是要回家了哈 所以刚才讲到上月,四月,五月 现在也是讲到上月,四月,五月 好,好,那两个,为什么是两个颜色 大家,那个照片已经照出来 给大家看到有两个颜色,对不对 这是神给我们照到的 不,啊,就是给我聪明,所以叫我照 所以我就照啦,就照出来了 接着来,第三那边,有没有 那一点有看到十,十就完整啦 其实过来有,应该画一条线下去 因为不同的意向,过来是一字旁 一字旁,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穿细麻衣 对不对,细麻衣 好,其实是六花,当时还缺乏两花 为什么六花呢,我想起来 十二月开始,救神奇事很多东西啦 去年的十二月,圣诞节那个时候 那就不要紧,今年我们知道是只有五个月 因为下面,下面也是看到五支笔 五支的笔 刚才已经讲过了,应该是到五月 那这边是六呢,但是不要紧 只是这个一字旁呢,缺乏了两花 那时候是在三月三日看到的意向 第一呢,缺乏了两花 缺乏了两花 就是说还有四月五月还没有到 好,接下来呢,是三月四号的意向 第二天,三月三号第二天看到的意向 那我写着三四 那边就是一个红色的包包,红色的盒子 红色的盒子里面呢,有看到 这样讲,三条的好像毛巾又好像书卷这样 卷起来的三条 那当然,我们看到那个意向的时候 是在三月十号 三月十号,刚刚进入三月 对不对,所以三月应该也包括在里面 这有三月,四月,五月 好,接下来就看到主耶稣的手子 三个手子,最后的三个就是中间 然后又过来,又到最后了 但是在中间那个手子那边应该是讲到三月 就有一支笔,为什么笔呢? 为什么一支神,一直提出我们笔 因为我每天都要写下来,画下来 写下来,神跟我们讲过的话 给我们看到的意向 所以笔是每天要用到的 所以这边讲到三,三就是三个月 三月四月,五月,五月是最后一个月 好,同样的一天,三月四号 有看到我放个彩色笔啊 这些那个,也可以说碑 也是可以说一个碗这样 薄礼瓶这样 里面呢,我就看到五支的笔 五支的笔 就从灰色,灰色大概是比较近我 就是灰色已经过去了 灰色,然后两支是红色 红色大概二月三月 我们华人是在,华人新年是二月 对不对 是红色,二月红色三月是红色 四月是蓝色 蓝色,因为我们有cast over 就是,你要讲,受难节 不是,受难节就纪念主耶稣嘛 对不对,主耶稣通常的颜色就是蓝色的 然后,蓝色也是代表天堂 所以,一二三四五五 第五个月呢,是黑色的 黑色,大家就知道我们的标杆是黑色 什么是黑色呢? 黑色就是献上自己作为活祭 牺牲自己,就像主耶稣一样 才能够被提 接下来,那你说 莉莉,那不是很难吗? 当时神给我们很容易的一条路 就是要我们走这一路 每一天仰望祂 每一天听话,信靠以顺服 就是这么简单 不要想着太复杂 因为人是靠自己做不了事的 一定要靠神 就好像今天我们每一天走过的日子 都是跟从的主耶稣 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了 所以不要当心 第四那边 最重要是要听话 就是一个frying pain frying pain就是炒菜的 然后里面 其实我还记得那个画面 有三块肉 鸡肉 鸡肉两块是长形的 比较长形,比较大块 鸡肉是比较小一点 但是我这边画的太小了 比较小一点 但是这两片比较大的都没有去动它 圣明都没有去动它 只有动那个比较小的 最小的一块 就这样翻过去 当然这个翻过去的那一条 那一条比较最小的就是代表商业 为什么商业? 因为商业已经过了一阵子了 就是代表商业 然后另外两条是代表事业 五月跟五月 感谢赞美 就一直讲到五月五月 好 第五那边是 一十八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直看到八月八十八 OK 八十八都知道是十八是日期 OK 十几号 十八 然后前面有一个一 一 这个一呢 应该是代表 之前有看到 one finishing 就是最后一个星期就完了 所以这个一 我们相信说是代表一个星期 说十八加七的话就是二十五 之前看到的一项是十八八 或者是八十八就是十八再加八就是二十六号 之前都讲到五月五月五月 对不对 那几号呢 十八加八 二十六 如果十八加一个星期七就是二十五 所以就是配合我们等候的时间了 好 好 那今天看到的一项呢 嗯 好 那上面那边有一个 我有写 有把它 用黑色的围起来 就是那个盘子的上面 是这样 十点二十五分的时候 我就想起我的肢儿 他 他生病嘛 对不对 然后我就想到他的痛苦啊 我就 心很痛你知道吗 怎样讲 就是 肢儿就是自己的儿子 一棒的儿子啊 那 在这边我就 就 这样讲 就想起 我们多少人能够真正的 来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呢 给我们的恩典 给我们得到 从最终得到自由 进入他的恩典 就是进入他的加拿大 进入他的永恒 那时候呢 就听到 不啦不啦不啦 那个声音是十点二十五分 十点二十五分 二五是讲两个五就是恩典又恩典 完成了恩典又恩典 然后呢 之后呢 十点二十七就还是在想的时候 又听到声音就是 十点二十七 二七呢 就是九啦 就是 完成 十就是完成 完成了 进九就是永恒 完成了 完成了 那我们这次等候完成了 就进入永恒了 永恒的幸福了 跟主耶稣永远在一起 阿爸父也会来看我们 很感谢他们 就 昨天我们有读到提示录 是不是我们要造人 以我们的形象 我们就是三为一体的三地 好像最初的时候 三地来看 看了这个地球 就是 圣灵就在这个地球上面 再走动 走动 然后把整个世界 就调整过来 然后开始了这个那个 形成了这个完美的一个地球 但是最后人晃醉了 所以变成不完美了 OK 大家上去看这个 昨天看到的印象 好 我放上面一个是 我慈爱人 我慈爱人 就是上帝说他慈爱 他对我们人的爱是有 充满着慈悲的 非常善良慈悲的 好 我这边是讲到上帝了 还有再过来呢 就看到主耶稣的手 两个手指 可以 也不是最后 最后这个手指再过去 因为最后 那个手指 他是用来表示说最后 对 那过来两个呢 昨天有看到 前天有看到 前天看到了 一有红色的笔 就把它分开 最后一个手指呢 跟在前面的两个手指 中间的再过来 那个手指 就分开 有一个红笔把它分开 就是最后一个手指 不算一个星期 就是讲到是最后 然后再进来两个手指 是讲到最后的两个星期 所以我看到最后的两个星期 那个手指呢 就他的手指就像有一点 就是弯进去的 然后他的中间那边 就弯进去那个部位 就好像这个通道这样 就好像这个天路这样 是白色的 是发亮的 发亮的 好 很大的手指就在我前面 接下来呢 是昨天醒来的时候 第一个意象看到的 就是看到12 还是还没有睡觉 之前忘记了 青色的背景 青色的背景 然后写着12 12就使我想起 我们进入最后这个时钟 12个小时 OK 12个小时 那开始呢 就是13号开始 到最后那边变成0了 12点的就是0了 就是25号 大家要知道 以色列呢 是我们这边的以色列 以色列就是亚洲 跟马来西亚 新加坡 马来西亚跟中国 跟这边的中间 就是以色列 然后所以 中边那边就非常可能 进入26号 26号也是这个时钟 13号 在12点的位置开始 然后转了1000到0 0再过来呢 应该是1点 那是26号 好 嗯 之后呢 我也有看到1 大家都知道 1 我相信这边是代表 最后一个星期过后 就回家了 或者是说最后1000了 最后1000 好 之后有看到了了好像有看到2 上次很有可能到4次都有 今天 昨天里面 了 就是说 完了 完了 要回家了 最后一个星 2个星期 接下来第4那边就看到7 接下来又6 就是上话了7 7的尾巴就有一个6 好 那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进入第6个星期 那最后一个星期 第7个星期 那你说我们等了这么久 只有7个星期呢 不是 OK 我们就做一点功课 啊 就算我们要 呃 最重要一天等了7个星期 是哪一天第一个星期呢 就做一点功课 啊 那我们知道是5月25号 是回家的时间 那回去7个星期 是几号呢 是4月6号 跟4月7号 4月6号 也是我三妹的生日 OK 感谢三妹 好 那7个星期 一个星期7天 就是49天 那第50天呢 就是Jubilee 50就是Jubilee 那之前 差不多两年前吧 我突然间听到阿爸父的声音很大声的 来呃 呃 就像雷这样就整个人跳起来 然后给我看到异象 就是那些时候有看 看到 啊 异象 5800很大致的 5800 然后呃 给我聪明智慧进去 Strong Strong 5800就是起飞 ok to depart 要起飞了啊 然后之后呢 那个时候就听到声音说 in Jubilee 在Jubilee 啊 in Jubilee 在Jubilee 所以呢 那为什么神用7个星期呢 ok 7个星期 就是49天 大家进入啊 生命记 这些啊 啊 以以好像是Deteronomi 吧 就是之前或者是民宿记那边 就是呃 以色列人摩西的律法当中啊 啊 就是说啊 49 呃 49年 一个奴 奴 奴 ok 一个奴人 ok 作为一个奴奴 ok 为主人做一个奴奴 欠主人的债 ok 要还 所以这个奴奴呢 就要做49年 第50年的时候 这个奴奴就 这个奴人呢 就自由了 不在这个主人的啊 控制之下 他可以自由回家了 就在Jubilee的时候啊 所以Jubilee就是我们得到自由了 从罪中得自由了 就是离开这个邪恶的世界 到一个自由的世界 没有罪的世界 永远跟上帝在一起 没有病痛 因为没有罪就没有病痛啊 没有罪就没有死亡啊 对不对 党谢党妹祝 好 所以就进入Jubilee了 好 那这个呢 啊 我刚才讲的 4月6号 7号 明天会跟大家分享哈 我们看到的意想 那还有一个呢 我也有看到 啊 我忘记是哪一天 好像是2月26号 啊 就有写着29 又flip回去 就是92 那回去 希望一下啊 从25 26号 5月25 26号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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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2号 三个二 之前一直讲到三个二 那明天我在分享那一天 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配合 一直的配合这几天里面讲的 五月二十五二十六 感谢赵美主 那第五那边 所以神之前就是把这个病 一直一直已经跟我们讲了 但是他没有歧视 我们还是不知道 还是在荒野里面一直绕 一直绕 一直绕 对不对 我们就是在荒野里面一直绕 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信靠与宗母 不要像以色列人之前这样 犯罪了 就拜其他偶像 就拜这个世界了 我们不行 我们还是继续的追求神 就要像我们这一群人 追求神到现在 就是这一群 不要像以前的以色列人 在荒野里面 走了四十年 最后他们都死掉了 在荒野里面死掉 因为他们患罪了 不相信神讲的话 不相信摩西讲的一定会进迦南地 他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大大的患罪 所以在荒野里面死掉了 OK 好 接下来 所以我们 我们千万从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历史当中 我们学到乖 学到怎样做人 怎样做 好好爱上帝的奴府 怎样做 好好爱上帝的子民 爱主耶稣的子民 接下来第五那边 就看到巴巴 其实不是很大的字 有一点银白色 有一点黑色 就是一个 给我一个暗示 就是写什么呢 巴巴 然后一直又转着一个巴 有两个巴 一个巴 然后后来 我在给我出名之会 就是讲到八点的时候 OK 八点的时候 再画上去就另外一个巴 是在哪里 是在一点 其实我在那个图片里面 我有一点错了 因为怎样 之前看到这个时钟 是在两点的部位 是个巴 但是现在时钟呢 十二点的部位 就是一点的部位 一点 所以一点的部位 就变成两点的部位 就是应该八是在一点的部位了 就是在十四号 那边 OK 十四 十四再加 十二 就是二十六号 二十六号 那个部位 应该是 那个单位应该是八 OK 所以上去八八 八八呢 就是回家了 好 家了 所以里面很多八呢 意思讲 大家都有家 对不对 都有家到我们个人的家 有我们的家 接下来呢 第六那边 就是看到四方个里面 写着二十六 外面又写着六 应该这个外面的六 不是数字 应该是讲到 洗了六 也是代表洗了 昨天已经读了圣经 在创世纪 第一章 好像是三十一节里面 不是三十一节 到第六天嘛 神 对对 应该是三十一节 神就很喜悦 在第六天里面 看了 都 怎样 都完美了 所以第六天 他就很开心 什么都做到 有人也 创造人 也完了 其他的都好了 都美好了 所以他很开心 所以六呢 就是喜乐 喜乐就是神教我们的 喜乐 好 那 在四方九里面 是二十六号 所以二十六号呢 就是我们进入喜乐的时间了 就是喜乐的日子 大日子了 接下来 第七那边 有看到 三十三 桑桑 当然十六号 十六号 就是昨天了 星期四 是在三点的单位 是在三点的单位 桑桑 也可以说 三点的单位了 ok 就是一个形容词吧 三点的单位了 ok 也是 ok 三点的单位了 或者是这边 也是叫我回去 商业商号 就是刚才跟大家分享的 商业商号了 所以是歧视说 我们要到五月 就是现在的五月 已经进入最后一个月了 好 第八那边 有看到十二 就是用黑笔 Marker写的 这样 十二 然后下面写就是四 又旁边哪边写着上 又一画下来 那上一画下来 也可以代表三点 因为三点是自制下来的 对不对 就是三点了 ok 就十六号 十六号之前 我们有几次看到十六 然后两个箭头指着二 对不对 所以也是说十六号 我们现在十六号 我们是在最后的第二个星期 所以为什么指着 两个箭头指着二呢 档桑上面没有写着数字 应该是十五号 十五号也是我们一直看到的 好几次 十五号 十六号 然后箭头进入 箭头指着二 就是十五十六号 是在最后的第二个星期 就是配合我们现在的情况 好 那十二点 一个圆圈有十二点 十二点 十二点分成四个部位 就是零到三点 四点到三点 又到四点 到六点 六点到九点 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三点的部位了 还剩下四份商 四份商 圆圈的四份商要走完 好 接下来就看到一个摊池 摊池是我们华人游的摊池 那一种摊池 不是地方的摊池 然后我这边有那个橙色的 橙色的 然后它里面有一粒粒的 好像什么 好像戒戒太子 就是master C master C 就是最小的 最小的子粒 最小的子粒 但是呢 我看也不能够讲是master C 好像是比较大一点点 好像太子这样 好 就是不是不是很大粒的 不像胡椒 胡椒粒那么大粒 比胡椒粒还小的 就是 还没有一汤匙 其实我花的也太多了 大概是可以讲一 满满的 满满的剩下 多少的 OK 给我的头脑就四份一 还有四份一还没有忙 OK 四份一还没有忙 当然这里面也是可以看过去 也可以是几百粒 可以这样讲 几百粒我也不知道 不要紧 最重要是我们从不听到这个信息要准备好 不要等到明天好不好 不会知道明天还是属于我们的吗 对不对 所以大家现在就要决定 那你说莉莉 我怎样去相信 那你为什么不祷告呢 你就立刻祷告嘛 你这样子也准备好 就是说你走正义路 要悔改的应该去悔改 就走正义路 而且跟神说神 OK 如果真的被提要来 我真的要被提啊 就我在这个世界上 我真的不想在这个世界 我要跟你远远 远远在一起 就是线上自己嘛 就跟主耶稣说 你要跟他远远在一起 你的心不要在这个世界啊 这个世界 跟他讲这个世界不是你自己啊 如果你认为说 哦 这个世界 哎呦 我的物质啊 我的 我的田地啊 我的地啊 我的钱啊 那就留下来了 没办法 你不能够放松啊 不能够放松 这些东西就跟着你了 OK 所以大家要放松 这些东西都要让他走啦 就算有多少钱财 你不要去想他了 要准备一下写下来 OK 不一定 你的老公不相信 你要这些东西给他的话 你就写下来一个note啦 你要给你的父母亲也写一下 还有 有父母亲的要记得 要千万要留一个纸条给他们 如果有父母亲年老 就赶紧去跟他们讲 跟他们讲 妈妈 爸爸很可能 讲圣经里面的 讲过末了的事情 然后跟他分享一下 妈妈 爸爸 我们赶紧会改吧 我们就来好好祷告 祈求 恳求救 我们在这个世界 心不要在世界 OK 要跟从着主耶稣到永恒 就是跟他们讲 希望他们也接受 他们接受了之后 他们就跟我们一起回家了 好不好 连身体上去 从一个会朽坏的身体 到一个不朽坏的身体 感谢 那你说 莉莉啊 我什么保障 圣经讲啊 圣经保罗讲过啊 在切撒罗尼加里面也有讲啊 对不对 那莉莉当然有一个经验啊 有好几次经验 就是电流啊 还有其他 OK 但是 当时 没有 身体还是 现在还是会死坏的身体 还没有变成不死坏的身体 好不好 OK 接下来 那个发生了之后 我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了 OK 也不能够在这个世界 OK 不能够在世界 因为一个 不死坏的身体 在这个世界 是不能够生存的 OK 所以我们到另外一个世界呢 也是 要有一个不死坏的身体 才能够继续 OK 所以不能够两边走的 OK 第十 就想要一个人 不能够有double life 就是不能够活在两个世界里面 OK 不能够说 OK 一个人有两个妻子 一个人有两个老公 OK 或者是 今天叫我们 让我的丈夫有两个老婆 我是不能够接受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 我们不能够有double life的 好不好 感谢咱们一句 第十那边 就有看 现在讲到这边 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经过很多考验 他常魔鬼就要害我们 惊害我们 但是我们要 我们要从主里面得到胜利 现在我们要进入 永哈拉一定要胜利 靠着主而胜利 而不是靠我们人的能力而胜利 好不好 第七 第十那边就看到 这七 就是我用到那个蓝色的笔 就画了很多这样 也会一直一直画 把它变成很深的颜色去 然后一个七 然后下面呢 这是上帝写的字 下面就有这个一半的八 OK 一半的八 所以我聪明智慧 所以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 大概是说我们要进入第七个星期 然后就要进入永恒 回到家 当然还没有回到家 所以只有一半了 好 第十一那边 十一那边是这样 就看到有一个姐妹 OK 她不像我们华人 但是她的脸我很熟悉 我又不知道是谁 但是她就很亮的 很亮的 就看得很清楚 她就看着我跟我笑笑 然后她手里面抱着一只 一只宠物 然后她在摇摇摇她的宠物 不是摇摇 baby 摇摇宠物 她很爱她的宠物 那我相信主是跟我们讲 大家家里有宠物的话 你要知道 就要赶紧祷告 希望这些宠物 是因为有些人有梦见宠物 也会跟着我们来 如果有祷告的话 所以就赶紧祷告 你的宠物也跟着你一起来 但是不知道 不知道会不会 我只是讲 因为在我这个意象里面 有看到这个姐妹抱着这个宠物 大概神跟我们讲为宠物祷告 大家你家里有狗 有猫这些 为他们祷告一下 然后他们留下来的话 如果留下来 那就有好的主人 如果能够一起过去